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老汉钓到鲤鱼 见鲤鱼可怜决定吃素 鲤鱼 你小子恩将仇报 明朝年间 杭州府于杭县的前园村 有一个叫陈平的小伙子 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母亲靠着给人做奶妈 当节生婆 含辛茹苦地把她拉扯大了 陈平相貌平平 长得也不是很高大 村里的人经常嘲笑她的外貌 说她脑袋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但是她这样的家境大款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个伙夫 连小孩子都叫她伙夫 村民虽然是带着嘲笑的语气 可是陈平知道 大家没有恶意 所以她也是每天乐呵呵的 并不在意 说来也巧 从小到大被人叫做伙夫 陈平现在竟然真的当了一个厨师 一些大户人家要摆酒席的时候 经常请她去当主厨 转眼间 她也老大不小了 她娘给她说了一门亲事 娶的是隔壁村王牧将的女儿王小翠 陈平本来对这门亲事就不怎么喜欢 可是她的母亲告诉她 咱们也不是富贵人家 有个女人愿意嫁给你 还能孝顺长辈就不错了 也别挑三拣四的 差不多行了 莫办法 父母之命没数之言 陈平就这样和从未见过面的王小翠成了亲 陈平本以为成了亲 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哪知道王小翠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每天在家不是嫌弃陈平常的呆头呆脑 就是说他只是个活夫 挣不了大钱 其实陈平不是挣不了大钱 只是他每次结完工前 在回来的路上 看见那些吃不上饭的乞丐都会给他们买点吃的 或者在半路遇到猎人 会买下他们手里的猎物 然后拿去放生 只是他都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自己的妻子 他把妻子知道了之后 又要数落他 说他天天做傻事了 这一天 陈平被妻子埋怨了一番之后 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晒太阳 隔壁里大叔过来对他说 小翠 上个月和你说的事情还记得吧 上个月 啥事儿 我没欠你钱吧 我记得自从出去谋生之后 我已经把家里的债都还完了呀 陈平瞪大了眼睛 疑惑地说道 哎哟 我的小祖宗爱 还好我来问了一下 看来你真的忘记了 陈火夫 明天是镇上刘老太爷的八十大寿 我上个月和你说过的你忘了 李大叔皱着眉头说道 陈平这才想起来 上个月 他从一户人家的李百万宴席回来 在村口碰见了李大叔 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答应了李大叔给刘老太爷的寿宴去作席的 当时就是顺带一提 要不是李大叔提醒 他早就忘了 还傻乎乎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哎呀 叔 我竟然给忘了 大意了 陈平用手拍了拍自己后脑勺 懊恼地说道 还好我记得 这寿宴是明天 我可告诉你 你忘了什么都不能忘记明天的寿宴 这柳家可是镇上的高门大户 也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府上 我们这些小蚂蚁可得罪不起 知道吗 李大叔批评道 李叔教训的是 我现在就准备出发 回屋准备的时候 还不忘在李大叔耳边轻轻地说 叔 我正好躲家里的母老虎 你可算是救了我 李叔听了 扑施一笑道 就你小子心眼多 还不快去 说完还像父亲一样 打了一下陈平的后脑勺 因为要住一晚 陈平戴上几个馒头和换洗的衣服 就匆匆出发了 走了好几里路之后 天空忽然下起了雨来 陈平又没有带雨伞 就在泥泞的山路上一路小跑 脚上一打滑 从一个台阶上摔了下来 滚入一个山洞 陈平可以说是阴火得福 这下可以在山洞避一下雨了 好在滚下来的时候 也没有受什么伤 看着越下越大的雨 陈平在山洞里生起了火 在烤火的时候 他时不时把头伸出山洞外 看看什么时候雨会停 可是雨越下越大 陈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雨水在山洞口 挂起了一道道水帘 陈平正苦恼着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轰天雷 陈平赶紧蜷缩着身子 捂住了耳朵 等雷声过后 陈平睁开眼睛 发现眼前多了一只老鹰 这只鹰有它的半个身子那么大 看那个抖动的样子 好像是刚刚被雷劈中掉下来的 陈平从小就对这些动物心存怜悯之心 他健壮赶紧跑到山洞口 抱歇老鹰 然后在火堆旁边烤了起来 老鹰本来湿漉漉的身体 过一会儿之后就干了 他展开翅膀 重新舒展了一下自己的筋骨 还对着陈平叫唤了几声 好像是在表达感谢 他们就这样在山洞里烤了一会儿火之后 雨也停了 陈平灭了火之后 和老鹰一起出了山洞 老鹰重新飞向天空 同时还不忘回头看看陈平 陈平和他挥了挥手说再见 就踏上了去刘老太爷家的路 来到刘府已经是晚饭过后了 他敲了敲刘府的大门 还好有个家丁知道他要来 一直在门口挡着 家丁县他这个时间点过来 关心地问道 陈大厨 你吃饭了吗 他刚刚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陈平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了好几声 弄得陈平特别尴尬 家丁好心地说 陈大厨 这个点府里的一些下人 都回自己房间休息了 反正你自己也是个厨师 我带你去厨房 你要吃什么 自己煮可以吧 陈平当即 谢过这个好心的家丁 还多煮了一碗面 让这个热心的小哥和自己一起吃 吃完之后 陈平就被带到刘府安排好的房间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陈平还没有睁开眼 门外就有家丁走动的声音了 看来今天刘老太爷的寿辰 刘府上上下下都很重视 他也赶紧起床 洗漱完来到了厨房 兔子里的人早就把新鲜的食材都送过来了 陈平赶紧和打下手的几个家丁说 先去洗菜 然后切猪肉 切完猪肉 放在那里备用 等到晚上的时候再一起煮了 猪肉切完之后就开始杀鸡了 由于今天送来的公鸡都很大只 他们的力气特别大 家丁虽然是难的 可他们从来没有杀过公鸡 只能打打下手 因为他们一抓住公鸡的翅膀 想要将公鸡的脖子砍掉放屑的时候 公鸡就开始扑腾了 一个家丁太害怕了 不小心放走了公鸡 使得这只公鸡在厨房满屋子跑 幸好陈平用一只手就抓住了公鸡 另一只手眼疾手快地将刀靠近了鸡脖子 然后快速地一抹 鸡血就顺着脖子往下面流了 一旁的家丁们都被这利索的动作给惊呆了 陈平见他们呆呆地站在那里 大声地喊道 快拿碗呀 鸡血要低下来了 鸡血冻住了 也是一道美味佳肴 我晚上还要用的做菜呢 家丁们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站起来拿碗的拿碗 过来抓鸡的抓鸡 厨房里又开始忙活了 这时陈平的嘴里不断地念着 难无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这是陈平的旧习惯了 他本不想杀生 可是身为厨师不得已而未知 因此每次杀完活物之后 都会念上鸡具佛经 希望可以帮他们超度 陈平把手里的基地给一个打下手的家丁之后 一回头 忽然看见了一只胖得快油不动的红色锦鲤鱼在水缸里 他记得今天没有鲤鱼这道菜呀 再说这重金里吃的人不多 难道刘老太爷想在自己的寿宴上搞点不一样的菜色吗 他不解地问旁边的人 这只鲤鱼是今晚的食材吗 我不记得今天的菜单上有着磨一道菜呀 他刚刚说完 这只鲤鱼就跳出水缸 咬住了陈平的手臂 从来都是听说鲤鱼跳龙门 这下他见识到了鲤鱼跳水缸了 看着自己被咬出血的胳膊 他还是有点生气的 可他转念一想 不能暴躁 这些活物都是有灵性的 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 再做最后的挣扎也说不定 只可惜这鲤鱼现在身在流浮 只能当盘中餐了 可惜呀可惜 一个家丁正要和他搭话 告诉他鲤鱼的情况 这时刘老太爷的女婿 领着刘老太爷到了厨房 大家看见主人来了 都起身相迎 刘老太爷看见陈平后 客气地说道 陈大厨 今天晚上的晚宴就麻烦你了 刘老太爷的女婿见状 赶紧领着他来到水缸旁边 激动地说 爹您看 这只锦鲤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我昨天去小溪边钓鱼 哪知道忽然看见这只彩色的锦鲤 我一想到今天是您的寿臣 这不是刚刚好有个好彩头吗 今晚我让陈大厨煮了上桌 给您喝瘦 刘老太爷扒着水缸看了半天 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糊涂啊 既然这锦鲤有好的寓意 怎么可以随便杀生 还是放了吧 况且你看这种鲤鱼 养到这磨大了 这个肉都是柴的 肯定也不好吃 上桌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岳父大人 我等会叫小的们 把它放到自家的水池里 让您平时欣赏怎么样 女婿说道 放了吧 或者送人也可以 这里鱼本就不属于这里 你现在抓了它 把它放在这磨小的水池里 它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那我这座寿就要变成作孽了 刘老太爷伤心地说道 女婿听了 只好作罢 陈平站了出来 问道 刘老太爷 能否把这只鲤鱼送给我了 我也挺喜欢养鱼的 刘老太爷露出了笑容 好好 那就送给你了 随你怎么处置 陈平忙完了刘老太爷的寿宴 就带着这条鲤鱼回家了 他把鲤鱼放在自家的木桶里 准备明天再做打算 今天累了一天 他回家倒头就睡 他睡醒的时候 妻子小催 正好从杨家回来 看见陈平枕边放了个金镯子 见前眼开的他终于笑了一回 激动地说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 总算聪明了一回 知道给我买金镯子了 说完就拿着金镯子走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陈平也好奇睡了一觉 怎么会莫名多出个金镯子来 可是他好像觉得自己在睡梦中有什么事情要做 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 但是他记得昨天的那条鲤鱼被他带回来了 他得赶紧去看看还是不是活着 他来到自家厨房 看见家里的猫正盯着木桶 恨不得把木桶里的鲤鱼给吃了 他赶紧跑上前 用双手把猫区赶出厨房 边赶边念叨 去去去 去去去 猫儿见状 叼起桌子上的一块小鱼钱从厨房的后门逃走了 陈平看着鲤鱼观察了好久 心想 这鲤鱼该怎么煮呢 是清蒸还是红烧 家里的这个婆娘今天心情折磨好 也没有找我吵架 不然给她一半清蒸 一半红烧吧 省得她天天埋怨我 说自己嫁过来折磨久了 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今天一次性给她好好补补 说干就干 陈平把鲤鱼从桶里捞了起来 拿起她平时载鱼的那把刀 准备下手了 让她感到奇怪的是 今天的鱼异常的听话 异常的乖 平时她杀鱼的时候 一只手根本按不住 就在陈平准备从腹部切入一刀的时候 她突然头疼欲裂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晃荡了一下 她摇了摇头 用力眨了击下眼睛 看看四周 扔掉了刀 嘴里念着 我拿着支鲤鱼回来 是要到后山的小夕放生的 我在干嘛 我不能随便杀生 我要吃素 阿弥陀佛 她赶紧扔掉刀 重新找了个麻袋 把鲤鱼套上 准备去后山了 可鲤鱼却一反常态 拼命地扭动着身躯 不愿意去后山 似乎不愿意自己被放生 陈平末法 用尽自己的力气 将鲤鱼套进了麻袋就出门了 来到小溪边 她打开麻袋 将近离道了出来 扔进了小溪中 这时天空阴云密布 打起了雷 像是在生气 有一个声音 在陈平的耳边响起 你小子安将仇报 我救了你 你却将我放生了 我生气了 陈平看看四周 发现没有一个人 难道是这鲤鱼在讲话吗 她往小溪里一看 这只鲤鱼果然没有离去 还徘徊在岸边 于是她问道 鲤鱼鱼鱼 是你在讲话吗 不然这里还有别人吗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今天我要替天行道 鲤鱼生气地说道 陈平首先是被吓了一跳 鲤鱼竟然会说话 接着她就瘫坐在地上 结结巴巴地问 我 我不认识你呀 什么忘恩负义 我这磨多年 从不杀生 我媳妇都说我天天吃素 都没有给她过过好日子 怎么还说我恩将仇报了 你拿了金镯子 就翻脸不认人了吗 你真是忘恩负义 李渔继续说道 我娘子拿的那个金镯子 是你的吗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还请息怒 我马上回家叫她还给你 陈平害怕地说道 别说了 少废话 不要在这里假惺惺的了 今天就要取你性命 反正你的命也是我给的 李渔愤愤愤地说道 说完 李渔就跃出了水面 嘴里吐出一道光 射向陈平 陈平害怕地捂住了自己的头 眼看就要有生命危险 一只老鹰从空中飞了过来 用翅膀挡住了这道光 陈平这时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只老鹰不但救了陈平一命 他的嘴里还叼着一只金镯子 李渔一看 生气地说 好啊 鹰石王 竟然是你偷走了我的金镯子 怪不得这小子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杀的应该是你 而不是这臭小子 李渔经 你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你就是太冲动 不听别人解释 才落得如此下场 先让陈平恢复一下 和你之间的记忆可好 老鹰说完就把嘴里叼着的金镯子 带到了陈平的手上 陈平的脑海里穿过时空的缝隙 想起了昨晚在梦里发生的一切 原来昨天陈平回家 倒头就睡 他从刘府带回来的金里 其实是一条李渔经 本来他是故意让刘老太爷的女婿抓到 然后在刘府让人斩杀 做成一道美味佳肴的 因为李渔经原本是在观音菩萨的廉池里游荡的 每日听菩萨念佛就有了灵性 可以幻化成为人形 有一日 观音菩萨去文殊菩萨那里讲经论法了 李渔经沉积变成了人形到人间游玩 结束之后 又偷偷的返回廉池 李渔经以为观音菩萨一直被蒙在鼓里 可是菩萨一直在等他自己开口认错 结果李渔经不但不认错 还撒谎说自己没有去过人间 观音菩萨拿出玉境瓶里的杨柳之一挥 天空中就出现了李渔经在人间的情形 他这才跪在地上请求饶恕 菩萨就罚他去人间经理十时时节 这正好是他第十时的最后一节了 只要死于厨师之手 就算度劫成功可以回菩萨的连池了 可偏偏刘老太也心存善念要放了他 而陈平也是个心善之人 想把他放生了 这样一来他这个劫可怎摩度 猴年马月才能回到观音菩萨的连池 而陈平在生死簿上的寿臣原本是到昨天晚上被指的 依照生死簿所写 他会在睡梦中死去 陈平死去的那一瞬间 黑白无常就过来了 他们锁住陈平的双手和双脚 要带他到地府 这时李渔经出现了 虽然只是个李渔经 但毕竟是天上的鲜物 和地府的人比起来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黑白无常见到李渔经都要问声好 李渔经告诉黑白无常自己要度劫 还请黑白无常手下留情 多留他今年阳寿 而且陈平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这某个好人不该遭死 可黑白无常却说 李渔大人 我知道您要度劫 可是我们也是按照规矩办事 如若被阎王知道了 但待不起呀 李渔经早就知道地府的人不好通融 于是就对黑白无常说道 你看这是什么 黑白无常定睛一看 他手上握着一瓶观音菩萨莲池里的干露 黑白无常两人常年在地府工作 越到下面火焰越烈 尤其是第十八层地府的火焰 烤得地府干活的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那些魂魄 如果喝一滴这个甘露 黑白无常的全身都会舒畅 地府的火焰再多也不怕了 只是这东西如果不是菩萨所赐 没有人能得到 李渔经本就是廉池的鱼 一两滴甘露还是能拿到的 李渔经把甘露送给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当即给陈平的寿命增加了二十年 以后还要增加寿命就要看得自己的造化了 黑白无常走后 陈平当即跪了下来 愿意为李渔经做牛做马来报答天寿命之恩 并且说道 李渔先人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照办 李渔经和他说了事情的缘由 还嘱咐道 你一定要用刀亲手了解我的性命 把我煮了吃掉 这是我的最后一劫了 陈平听了之后 脸上露出了忧愁的表情 为难地说道 那万一 我是说万一 我忘了怎么办 到时候不就成千古罪人了吗 忘了你就把二十年阳寿还回来吧 旁边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有着人身 但是他的头却是公鸡的模样 你是 陈平望着眼前的这个人 庞扶在哪里见过 但是他想不起来 你不记得我了 我就是你今天早上宰杀的那只大公鸡 我乃某日新官 我是陪着李渔经下来历劫的 本想着今天和李渔经一起被宰杀 哪知道如今我已攻城身退 马上要回天庭了 李渔兄还差你那一劫 某日新官说道 实在该死 我也是不知道 给各位先人添麻烦了 陈平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知者不怪 你现在知道就好了 李渔经扶起了跪在地上的陈平 继续说道 你的担心的却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在做完梦之后 都会忘记自己在梦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早就想到了 接着李渔经从嘴巴里吐出了一口气 这口气慢慢凝结成了一颗珠子 李渔经把这颗珠子拿在手上之后 用力一揉 手上就出现了一只金镯子 他把金镯子递给陈平 说道 这个镯子给你 你明天醒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金镯子戴在手上 这样你就会想起梦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帮我渡截了 切记 别让人拿走 要是被别人拿走了的话 你就会失去梦中的全部记忆 陈平点了点头 就接下了这个金镯子 说道 我一定不负先人所托 好好保管这个金镯子 不被人拿走 这个镯子 现在交到你手上 就当做我们之间记忆的连接物 事成之后 这金镯子就归你了 就当做我对你的报答吧 李渔经说道 好巧不巧 陈平醒来的时候 他的妻子正好从娘家回来 看见床头的金镯子 就赶紧拿了金镯子出门炫耀了 这个金镯子 他连摸都没有摸到过 更何况是想起来宰杀李渔了 在梦中的一切都被陈平忘得一前二进 即便如此 陈平在梦中还有点残存的记忆 他的脑海中还是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宰杀李渔 他来到厨房拿起刀想下手的那一刻 记忆却完全消失了 而他的良知又回来了 所以他放下了刀去放生 李渔经在木桶里看着这一切 真的好生气 他以为陈平是故意的 并不知道金镯子被小翠拿了 就在放生的那一刻 要让陈平尝尝他的厉害 结果就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真是对不起我 害怕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 李渔先人 我的金镯子被我家娘子拿走了 我才慧望寂寞中的一切 实在惭愧 我马上按照您说的去做 陈平说道 陈平这边话音刚落 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 鹰狮王的身上 问道 你是不是我在山洞的时候 救的那只老鹰 原来你会说话呀 我何德何能 竟然和你们这些仙家说话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让我和李渔先人解开了误会 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那天下雨我一时 找不到避雨的地方 不小心被雷母批中 要不是你 我也活不到今天 再说 李渔兄弟曾经也救过我 也算我的好朋友 朋友之间都是相互的 英时王英声道 陈平听完之后抱起李渔 就往家走了 这次李渔没有在他的怀里 活蹦乱跳了 而是乖乖地等待着 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 到了家之后 陈平拿起刀就要往李渔的腹部扎过去 可背后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人 用刀顶住了陈平的脖子 我说陈大厨 难道这李渔送给你了 就真的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吗 我没有见过你这摩 没有眼力劲的人 还是把它还给我吧 破门而入的正是刘老太爷的女婿 原来刘老太爷虽然把这锦礼送给了陈平 可他女婿觉得这于是他自己调来的 他要拿回家放在自家的水池里观赏用 怎么可以给外人得了便宜 可等寿宴结束 他急急忙忙赶到厨房的时候 陈平早就带着锦礼走了 不甘心的他马上带着一个下人找到了陈平的家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 正打算回去的时候 却在大街上看见陈平抱着锦礼 不知道从哪里回来了 便叫身边的下人先跑过去堵住陈平 自己责慢悠悠地走过来 柳家女婿见着锦礼还活着 非常开心 就用手想去抓鱼 那支支支锦礼突然腾空跳了起来 用鱼尾甩了家丁一巴掌 那家丁拿着刀的手突然一松 刀子掉在了地上 看来这还是一条很有灵性的鱼 我今天非把他带回家不可 柳家女婿叫家丁继续按住陈平 自己往锦礼的方向靠过来 锦礼紧张地发出了只有陈平能听见的声音 你一定要快点解决他们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了 过了这个时间 我就回不了天庭了 陈平赶紧夺过地上的刀 一心往锦礼身上刺去 可关键时刻 还是被后面的两人给拉住了 三个人就这样扭打在一起 此时一阵大风刮来 门口站了一只和人一样大的老鹰 陈平知道这是鹰石王把自己的身体变大了 鹰石王不断地扇动翅膀 将厨房的一切都吹倒了 趁着机会伸出了自己的两只大爪子 抓住了柳家女婿和他的下人 往天空飞去 只听见两个人啊的一声尖叫 这声音越飘越远 直指消失 陈平怕出现变数 赶紧快刀斩乱麻 一刀将鲤鱼毙了命 然后掏出内脏 刮掉鱼鳞 准备晚上好好享受一番 李大叔进来了 他看见陈平还在杀鱼 气喘吁吁地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杀鱼 小翠不行了 陈平以为李大叔开玩笑 说道 别管这婆娘 我杀了鱼 晚上我们吃鱼呢 他肯定会很开心 怎么会不行呢 李大叔告诉陈平 他的妻子小翠 拿了一个金镯子 去当铺换银子 换了银子之后 就去赌方赌钱了 当他赌完钱书的金光出来的时候 当铺的人又找到他 说他把自己当的金镯子 又偷回去了 可是小翠死不认账 说自己没有偷 当铺一口咬定 就是他偷回去了 在追赶的过程中 小翠不小心摔下山崖 尸骨无存 陈平听后叹了口气 伤心地说道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真的不能太贪 若不是他拿了我的金手镯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接下来的日子 小翠虽然找不到尸首 可陈平觉得和他始终是夫妻一场 正所谓一日敷七百日恩 还是为他立了一个墓碑 陈平拿着金桌子 换了好多大米和馒头 还有衣服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不断地做好事 凭借着自己的善心不断地积累福报 玉帝见他如此 不仅让月老重新给他牵了红线 还把他的寿命延长到八十岁 才寿终正寝 正所谓人之初心本善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慢慢地变质了 如果人人都像陈平一样善良的话 就会给自己积累福报 而这份福报会重新回到自己身上 反观他的妻子小翠 不仅好吃懒做 还贪得无厌 才会自食恶果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存善心做好事 成为一个有福报的人 你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成婚 到时讨酒时悄悄告诉他 入了洞房后赶紧灭灯 杨万良父亲是做丝绸生意的 早在他五十岁那年 就一转的盆满钵满 杨父曾一度希望杨万良 把自己的生意发扬光大 这样他就可以早日功成身退 过上一想天年的日子 然而杨万良不喜欢做生意 他每日只想过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独胜贤淑的优险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复旦夕 明朝万历十七年 四月的一天夜里 一伙强人忽然手持大刀 闯入杨家 抢走了几码车的财富不说 还放了把大火 把杨家一座死河院烧了个干净 杨万良父母受不了如此打击 竟都急火攻心 一命呜呼了 在临死之前 杨父从脖子上取下半块玉佩 交到杨万良手里道 而啊 魏父如今放不下的只有你了 你等我走了之后 拿上这半块玉佩 去万元城中找一个叫刘云泉的人 魏父曾经对他有恩 他见到这块玉佩后 一定会照顾你的 原来十年之前 刘云泉和杨老汉曾经一起乘船去江浙做生意 不料途中遇到了大风 身丹力薄的刘云泉不幸被卷进了湍急的江水里 由于他不会游泳 很快就要被江水淹没了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杨老汉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决然地跳进江中 将刘云泉救起 刘云泉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后来在分别时 便把脖子上一块平安玉 以分为二 并证重告素杨老汉 杨兄 你的救命之恩刘某每尺难忘 以后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后人 若遇到了什么难处 请一定带上这半块玉佩 到万元城中找我呀 杨老汉在临死时想起了此事 于是抱住世事看的态度 将那半块玉佩交到了杨万良手里 杨万良含泪用草席江霜亲买了 这才踏上了前往万元的路途 其实他根本不想去万元给别人添麻烦的 但是在家乡 他一没了亲人 二没了住所 连生活都没了着落 他是不得不背井离乡啊 村中乡亲见杨万良可怜 便在他离村时 给他凑了些盘缠 拿了些干磨 杨万良经过一路跋涉 终于在两日之后 到达了万元城中 彼时 刘云泉经过数十年的耕耘 已经成为了万元城中有名的府上 杨万良随便一打听 便找到了刘云泉府上 咚咚咚 杨万良迫不及待地 敲响了刘家大门 你找谁 守门人见杨万良 十分落魄 根本不拿正眼瞧他一眼 杨万良恭恭敬敬地说道 老人家 我想找刘云泉 请问他在家里吗 我们老爷的名字 是你随便叫的吗 去去去 守门人一脸不耐烦 正准备将杨万良赶走 恰好这个时候 刘云泉带了个仆人 准备去崔花楼喝茶厅去 他见杨万良有些面熟 便停下步子 问二人为何在此争吵 杨万良也不隐瞒 许出玉佩便道明了来意 刘云泉一听这话 顿时热泪盈眶 拉住杨万良的手就道 原来是杨兄的儿子 怪不得我见你面熟 贤侄啊 你爹他还好吗 为何你们现在才来找我呀 我都等了你们十年了呀 家父已经去世了 杨万良无奈 便又将家中变故道明 刘云泉听了 更是一阵吁吁 可恶的贼人 竟把你们害成这样 万良 你可记得那些贼人的长相 咱们一定要想法 为你父母报仇啊 贼人都是晚上来的 还蒙住面 我哪里看清他们的长相 不过 他们若再次出现的话 我一定能从声音上辨别出来 杨万良叹了口气道 刘云泉道 那好 那你暂时在我这里住下来 等以后有机会了 再为你爹娘报仇 就这样 杨万良在刘府住了下来 由于这小子不会干活 每日只知道读书 刘家的庸人都瞧不起他 这天下午 阳光明媚 刘云泉老婆沈氏 带了两个丫鬟 正在后花园里散步 杨万良听的窗外的鸟叫声 也忍不住出来闲逛了一圈 这一光正好跟沈氏打了个照面 杨万良因为不好意思 便急着回屋去了 沈氏健壮 不由得怒道 这是何人 见到本夫人为何连招呼 也不打一个 真是太没礼数了 夫人 这便是前几日 老爷收留的那个好吃懒做的穷书生 丫鬟小丽姬笑住回答 沈氏听得更是生气 原来是他 都说百屋一用是书生 今日看来 真是一点不假 这种人留在府上干什么 那不是浪费咱们家粮食吗 说吧 沈氏便气呼呼地找到刘云泉道 听说你收留了一个没用的书生 我告诉你 咱刘家可不养仙人 你最好让他赶紧走人 夫人 你是在说万良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 他父亲曾救过我性命吗 如今他父母双亡 他又没有个住处 我又怎能狠心将他赶走呢 这万万使不得 刘云泉听了直摇头 沈氏不依不饶倒 就算不感叹 也不能让他吃闲饭 老曹头不是说他一个人放不了几十头牛吗 你让他给老曹头打个下手 这样你也不用再花钱请庸人了 这倒是一举两得呀 刘云泉犹豫片刻 心中也在寻思道 让他一直在家里吃闲饭的话 他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不如顺水推舟 给他找个事干 他才有成就感 于是 刘云泉便点头道 那就听夫人的 明日就让他跟老曹头一起去城外放牛 就这样 杨万良便当了个放牛郎 虽然没以前的日子悠闲了 但这小子习惯了之后 倒也乐在其中 因为这些牛都很听话 杨万良和老曹头 每日将他们拉到城外的荒山上后 他们便老老实实的去山上啃起草来 杨万良和老曹头 只需要偶尔盯他们一眼 防止他们走丢了就好 这年7月16日 刘云泉唯一的女儿刘素颜满十四岁了 刘家在大院中摆了几十桌宴席 以示庆祝 酒席吃到一半后 杨万良和老曹头才从城外回来 这时 碰巧有个道士来花园 守门人只给他倒了点花生米 便吆喝得赶紧走人 那道士却缠住他道 你们今日半酒席 好吃好喝得多了去了 你怎给我点花生米 就想把我打发了 快重新去给我搞点肉食来 你这道士有吃得就不错了 你怎还挑三拣四的 那守门人一挠 差点就把道士手中的瓷碗给踢飞了 还是杨万良眼急手快 急忙冲上去 想过那瓷碗道 道长请捎带片刻 我想办法去给你弄些好吃的来 这才像话吗 道士点点头 满意地看了杨万良一眼 杨万良也不废话 拿了碗就去找吃的了 守门人侯三本来就不喜欢杨万良 如今又现他胳膊肘往外拐 不由地对着他的背影 就吐了一袍唾沫道 呸 你个放牛的 如今都寄人篱下 还在这里装什么好人 放牛的怎么了 侯三 话可不是你这魔说的 老曹头也是个善良之人 他见侯三出言不逊 立马就跟他理论了起来 侯三说不过他 只得样样作罢 不久 杨万良端了 满满一碗肉食 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倒是现了 竟是满心欢喜到 我都一个月末吃肉了 今日幸好遇到了你这个放牛郎 才能一保口服 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我送一句话给你吧 什么话 你倒是说说呀 还在一旁看热闹的侯三 又忍不住笑道 那倒是根本不搭理他 只盯住杨万良道 既然篱下始终没有出头之日 马上院士就要到了 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才是啊 明清时期 院士每三年举行一次 一般在八月举行 考中的称为秀才 由于杨万良早就考过了县士和府士 具备了童生资格 因此他也就有资格去参加这次院士了 本来遭此变故 他已经懒于硬考的了 但怎耐着守门人侯三狗眼看人低 讥笑他道 哈哈哈哈 一个放牛郎 竟然还想去考秀才 我看的是白日梦还没有作醒了 哼 那我就考一个秀才让你瞧瞧 跟侯三打下这个赌约之后 杨万良便有潜心学习起来 老曹头知道这小子经常秉竹也读后 便趁次日放牛之时 对杨万良说道 小杨 这些牛我一个人也能照看住 你赶紧找个地方补会磕水 就这样 杨万良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 不久他参加考试 一举考中了秀才 侯三得知这个消息后 再也不敢当面积奉杨万良了 这个时候 刘云全也更加看重杨万良了 有心要把刘素颜嫁给他 于是在给他接风洗尘的那天晚上 他拉住他的手 兴高采烈地说道 贤侄 有件事情 我还忘了告诉你 杨万良抱全行李道 波父 有何事情 但讲无妨 刘云全打住哈哈道 你父亲在试试 其实我还跟他说过一件事 那就是把小女素颜许配你为妻 你父亲当时也是同意了的 如今你十八岁了 素颜也已成年 我也该履行诺言 为你们举行婚礼了 你看你对我们家素颜 有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意见的话 我就找个良辰吉日 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素颜妹妹 尝得碧月羞花 沉于落雁 我做梦都想娶子家人为妻 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成就 贸然娶她的话 她恐怕会跟着我受苦啊 杨万良又是兴奋 又是担忧 在刘家住了几个月 她早就喜欢上了漂亮的刘索颜 只是苦于自己的身份 她一直难以启齿 刘云全听后 不由得失声笑道 贤侄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将来我百年了 我还想把这些家业都留给她乐 可她一个女流之辈 如何守得住这些财产 你若不嫌弃的话 入赘到我家 做个上门女婿 到时候以你们夫妻之力 就能守住这些财产了 我也就放心了 如果真能这样 那自己不是可以少分斗许多年了吗 杨万良一喜 当即答道 全听伯父安排便是 哈哈哈哈 那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刘云全很快拍了板子 他以为只要他点头了 这门亲事 就算板上钉钉的事了 哪知 沈氏听他说了此事后 却是勃然大怒道 不行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信仰的何德何能 竟然妄想娶我家素颜 他现在已经是秀才狼了 以后若再参加几次考试 岂不是要中个举人或进士回来 到时候 咱们就告攀不起了 哎呦 我的夫人 你可得看长远一点啊 刘云全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怎知这个沈氏就是目光短浅 死活不同意 让杨万良娶刘素颜 为此 他还去给刘素颜做思想工作 并且告诉他 杨万良就是一个穷酸秀才 比起不伤康九的儿子康洪飞可差远了 素颜 我给你说 这个康洪飞不仅长的意表人才 还懂得如何经商 别看他今年才十九岁 可他在这万元城中 已经开了两家布店 两家药店了 如今你爹的生意已经是日波西山了 以后咱们怕是指望不上他了 你如果想继续吃香的喝辣的 还非嫁给这个康洪飞不可 为了让女儿跟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沈氏将那康洪飞夸了个天花乱坠 刘素颜却时常的不赖 但他没拾摸头脑 他听沈氏如此一说 自然就对那个康洪飞多了一似爱慕之意 秀才哥虽然还没什么成就 但我相信凭着他那股拼劲 将来一定会辉煌腾达的 小姐 你今后若想大富大贵的话 还是嫁给那个秀才哥吧 这是 刘素颜的贴身丫鬟 然留忍不住在旁边插了句嘴 不得不说 他看待问题 比沈氏和刘素颜都要长远一些 沈氏见着丫鬟跟自己唱反调 当即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经此一骂 阮柳自然不敢再有多言 沈氏趁机带住刘素颜给刘云泉下话道 老爷 婚姻自古就讲究门当户对 可你把咱们的宝贝女儿侠嫁给家里的一个放牛郎 这叫什么话呀 你不怕这事传出去了之后 被人家笑话吗 爹 老祖宗若是知道了这事 肯定都会戳你的脊梁骨的 刘素颜趁机说道 刘云泉听了母女二人的讲话 自然也有些动摇了 不由得板住脸问沈氏 那你倒是说说 咱们素颜嫁给谁合适啊 沈氏添油加促地说道 当然是嫁给康公子最为合适了 那个康九不是经常跟你合作吗 咱们两家成为亲家后 你的事业才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才能更上一层楼啊 刘云泉听了暗暗点了点头 又皱了皱眉道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万良啊 我总不能出尔反尔啊 这还不好办 沈氏冷笑一声 将嘴都到刘云泉耳边道 阮柳这丫头对那个放牛郎倒是有意 我看大了不中柳 不如趁机把他嫁给他 这样一来 你不仅报了恩 还有了面子 何乐而不畏呢 这倒是一拘两得 可我曾经答应 把素颜嫁给万良啊 你先不要对他说此事 就把阮柳当成咱们家素颜 等他入了洞房 自然就明白了 到时候他把生米煮成熟饭 就是想怪你 也怪不成了呀 那 那就照夫人的意思来办吧 刘云泉最终败给了师叔 于是按照审视的意思 简简单单的在后院里 为杨万良举行了婚礼 杨万良当真以为刘家人 把刘素颜嫁给了他 心里高兴的不要不要的 在那个年代 结婚当天 新娘子都是盖住红盖头的 新郎官只有在入洞房时 才能看到新娘的长相 因此直到入洞房前 杨万良都还不知道 真正与他结婚的人 并非刘素颜 而是他的丫鬟软流 正当杨万良沉浸在喜悦中时 曾经让他去赶考的那个道士 又找上门来讨酒肉吃 侯三本来又想把他赶走的 杨万良听到他叫嚷的声音后 立即跑出来 不仅恭恭敬敬的把道士请了进去 还把他奉为做上宾 刘云泉对此十分不解 杨万良当即向他解释 约夫大人 正是这位道长 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才能考上秀才 才能有今天啊 原来是这样啊 道长高见 道长高见啊 文言 刘云泉向止性的向道士拱手心理 道士孝主嘲讽道 好一个名修战道 暗度陈仓啊 你们那点花花长子 也只有骗着年轻后生罢了 休想在这里糊弄老道 刘云泉听了这话好不尴尬 然而因为心中有鬼 他也不好发飙 你这牛鼻子老道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来这里捣乱的吧 沈氏听这道士话语不对 急忙要命人将他赶出去 还好这道士很会察言观色 立即扬声道 贫道跟着新郎官有一面之远 今日来这里 只是跟他来说两句话的 你们不用赶我 我跟他说完话就走 说吧 这道士将嘴凑到杨万良耳边道 今晚进入洞房后 立即把灯灭了 明日起床时 无论看到什么 你都不要声张 因为这就是你的造化 切记切记 进入洞房后 就把灯吹灭了 这是为何 杨万良还想问个明白 那道士雀 已经抓了一只烧鸡 跑出院子去了 虽然心中还有疑虑 但在他入洞房时 他还是按照那道士的意思 先把蜡烛吹灭了 再接了新娘的盖头 与他同床就寝 新娘见杨万良没有说话 一上床就步入了正体 他自然也不好多说 只是竭力配合其成就美好之事 次日一早醒来 杨万良才发现身边所睡美人 并非刘素颜 而是他的丫鬟阮流 夫君 想必你应该知道了吧 昨夜与你成亲的 其实是我才对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看到杨万良一脸落寞的表情 阮流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不住给他认错 直到这个时候 杨万良似乎才明白 倒是对他所讲之话的用意 本来他心里还有些疙瘩的 但见着阮流如此懂事 且他的姿色丝毫不亚于那个刘素颜 于是他展颜一笑道 虽然我阴差阳错娶了你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娘子能够娶到你是我的福气啊 夫君 你能这摩想就再好不过了 阮流点点头 又依偎在杨万良怀里道 经历了此事 你可能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不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杨万良道 我早就想搬出去了 如今既然咱们成了婚 我更不能寄人篱下了 所以娘子 我想带你离开这里 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放你 阮流道 他们心中有愧 现在你去请求刘老爷 他一定会同意的 好 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于是 起了床之后 杨万良便去向刘云泉辞行 刘云泉见这小子 没有任何怪罪自己的意思 不仅眉开眼笑地表示了同意 玄大方帝送了二十两银子给他们 沈氏等着小子一走 立即就把刘素颜嫁给了康万洪 阮流跟着杨万良 虽然过了一段苦日子 但五年之后 杨万良考中进士 回到万元做了县令 从此后他就飞黄腾达了 而刘家则因为受到康家的牵连 从此一蹶不振了 原来 康九父子明面上做出丝绸生意 暗地里却跟那些强人勾结 悄悄帮他们洗钱的 当年 抢了杨家钱财 烧了杨家四合院的 正是这帮贼人 杨万良查明事时真相后 便将康九父子 及其一帮贼人打入了死牢之中 还好他从中斡旋 刘家才免于造罚 当审视以及刘素颜得知事情真相后 他们是悔不当初啊 可惜的是 世间才没有后悔之要 而当杨万良带住妻儿前来 拜见刘云泉 感谢他当年赐银之恩使 刘云泉喜机而泣后 暗暗感叹 我手中本来握有一副好牌 却听信妇人之言 将这牌打烂 这还真是造化弄人啊 常言道 末期少年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永远不要瞧不起一个 勤奋而又上进的人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说不定人家凭着努力 哪天就飞黄腾达了呢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